我們還會有一位嘉賓上我們這邊來跟大家一起聊天呢 她就是安娜莊啟欣 安娜妳好 哈囉妳好 William妳好 是我們其實今天呢也是有Facebook Live 所以呢如果你在看Facebook的話 你要跟朋友也可以分享出去 然後跟大家來說 欸今天安娜已經來到我們的這個City Plus了 你有任何疑問或者是想跟安娜做這個交流 記得就在我們的City Plus FM的官方這個臉書 裡面呢就留言然後跟安娜做個交流了 那安娜其實是 首先我們歡迎妳來到我們的節目裡頭 妳說話的聲音很很 怎麼說呢 不是很小是很斯文 哈哈哈哈 跟妳唱的歌曲裡面妳的聲音好像有點不一樣耶 感覺上妳在唱歌比較放得開是不是 嗯我其實本人也是很放得開的 哈哈哈哈 感覺上就是妳說話會比較斯斯文文 然後妳在唱歌的時候找到妳的一個安全舒適度 那個空間妳會比較放得開 因為我知道有些歌手是這樣子一個 那種那種態度的或者一種一種心情 他有時候可能不太習慣跟人家接觸 妳本身會嗎 妳會覺得會怕處在人群裡面嗎 不會 不會 我只是講話的時候會比較小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喜歡熱鬧 也不是喜歡熱鬧啊 我喜歡安靜 喜歡安靜 我是喜歡安靜 但是妳不會說 不會抗拒人多的一個地方啊 當然 如果有的選的話呢 我是比較喜歡去安靜的地方 為什麼呢 妳覺得這是會影響妳的創作還是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哈哈哈哈 耳朵很舒服啦 妳還是比較喜歡安靜一點 讓耳朵舒服一點 但是 OK 如果妳這樣子說的話 我反正就想到就是說 妳剛剛有了一個小朋友嘛 我問到小朋友通常會比較吵鬧一些 妳承受得了這種吵鬧嗎 我已經調整自己 調整自己去接受小孩子的哭鬧聲啊 還是什麼 我現在去心 就算他哭鬧 然後還是有時候鬧別扭的時候 我會去欣賞他的聲音的quality 哇哦 然後去聽他的聲音 有些什麼不一樣 然後他的音高到哪裡 還是什麼 這個媽媽有點不一樣 哈哈哈哈 還會去 就比較享受 而不是去感覺到很 啊很煩啊 很吵啊 就這樣子改變一個心態了 那妳會不會從他的就是 他的聲音 你剛才說到他聲音高低這樣子的起伏裡面 你可能會找到一些靈感 就像周杰倫也是這樣子從他女兒那邊就創作一首歌曲 就隨便彈了那幾個音符出來嘛 那妳自己有沒有試過這樣子來做 還沒 因為我孩子才五個月 五個月也可以啊 因為他已經哼出了 那個他已經吟唱出來了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我有時候會去模仿他的聲音 然後發覺到 是沒有辦法模仿到 因為聲音的那個 音域的擴度啊 什麼這樣子 我覺得很有趣 聽一個小孩子 一個音符的聲音 這樣子 其實為什麼妳會想去模仿他聲音呢 我想要去看看我的聲音的 嗯 可縮性 可縮性 嗯 還有那個 ability 可以去到哪裡 可以去到哪裡 就是說 或者是有時候經過一些樹林 妳聽到一個鳥的聲音 然後有時候我也是會去 去try一下我可以學他的聲音嗎 這樣子 然後是 妳還做過什麼瘋狂的事情 哈哈 就學孩子的聲音 學鳥的聲音 還學過什麼聲音呢 嗯 我也不記得 就如果我覺得那個聲音是 我好像沒有try過的 那我就會去try 那妳有沒有試過就是把這些聲音呢 妳發現到 原來我可以這麼唱的 然後妳把它放在專輯裡面 有啊 有啊 好像橙子這首歌 orange 其實那首歌是 我只是用一把acoustic guitar 嗯 然後 一個水桶 水桶 然後一個聖誕節的那些 ornaments 那個零 那個吊飾 吊飾 就這三樣東西組成的 然後 然後 吉他我就錄幾個 幾個鬼 嗯 然後 那個 節奏呢 我就是拍打 吉他 嗯 percussive 是 的方式 是 然後 shaker的聲音 我就是用嘴巴去做 就是那種 啊 OK 所以就 就去 魔方 完成啊 哦 instead of去 找一個學科去搖 這樣子 這首歌是妳自己編嗎 嗯 自己一個人完成 完成整張專輯 所以這 所謂的全創作專輯 就包括詞曲 還包括編曲 也是妳自己一個人來完成了 嗯 除了那個 人這首歌 是我跟 本地一個很出色的 金屬樂團 叫做浪 我跟他們一起 collaborate 嗯 一起 叫什麼 叫和諧是不是 是是 就就一起來創作了吧 一起共同創作 現在很流行啊 就很多人都喜歡搞這個共同創作 然後之前 我們也是 有V他們上來的時候 他們 你也是跟他們合作過嘛 就共同創作的一首歌曲出來 所以我覺得挺好玩的 對不對 你個人更喜歡是 一個人創作呢 還是你會更享受 大家一起來這個創作 不一樣的體驗 嗯 好像我跟浪創作 因為他們是金屬樂團 金屬在我本身這一塊 其實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經驗 嗯 所以 我找他們來跟我一起去和諧 因為我想要explore多一點 不同的曲風 不同的創作體驗這樣子 嗯 那一首歌當我創作的時候 我們花了一年時間 你有沒有想像過 當一首歌 寫不出東西的時候 你那一整年就只聽那一首歌 聽到我有idea位置 但是 你在重複在聽的時候 我們常在想 比如說我們做創作 當我們一直在把一頭栽進去 我們就好像會去轉牛角尖 那對於那首歌曲 你聽了一年多 你不會覺得自己在轉牛角尖嗎 你是怎麼讓自己跳出來 然後重新再有這個idea 有這個點子出來呢 我一開始聽的時候 我是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唱什麼 嗯 嗯 可是我知道我需要過掉這個關卡 嗯 所以我必須要一直聽 聽到我找在這個地方舒適為止 嗯 我能夠跟這個金屬樂團 跟他們融合 我要先了解他們的音樂 我才能夠把我最自然 最擅長的東西 跟他們結合在一起 而不是 而不是他們做他們的 那我就做我自己的 嗯 那樣的collaboration 就會很分開 嗯 那個海是海 陸地是陸地 這樣子 是 所以有那個融合度在啦 對 我是 就是我花了一年時間去了解 了解他們 他們的 音樂的個性 跟我自己 還想 還想 嗯 explore些什麼東西 嗯 你會嘗試在找跟你有 有同性質的這樣子的創作人 對你一起創作嗎 不會 就找不一樣的 就找不一樣的 嗯 這樣的話 嗯 我才能夠學到別人的優點 就是不一樣的那種 是 個性的一種音樂 是 你自己本身會把自己定位為什麼個性 個性 對 你的音樂的個性 呃 因為我聽你的專輯啦 我覺得感覺上就好像比較偏向是吟唱式的 然後吟唱式可能有些人會把它定位為空靈啊 或者是有自己的那種很有個性的一種唱法 那你覺得你自己是哪一種呢 我覺得我自己是無限 無限 就是任何一種可能性都存在 都存在 我這樣聽起來啦 就很大膽嘗試 在音樂方面 有一點什麼風格都可以去試一試 不像她現在說話的聲音那麼的那個 交柔啊 那我們先稍著休息 回頭呢 我們繼續跟安娜聊一聊她的創作 她的生活 這首就是你的歌 會很Cake sweet嗎 Cake sweet倒不會啦 還好 只是就是有一點Soft 真的有一點Soft Soft啊 對 就聽起來就是很很溫柔的感覺 我們在Facebook還在live著 對嗎 哈囉 你好 如果你在看Facebook的話 我們現場呢有Anna張啟欣 你看到嗎 可以可以切她的這個畫面 看Anna本人 在這邊 我看到你看那邊 因為還在那邊 哈哈 因為我的那個是在這邊 Camera 是是是 哈囉 我覺得他們聽不到你的說話 哈囉 是 我看我們這邊有什麼樣的 來 呃 留言齁 期待Anna唱歌啊 今天Anna應該不 今天Anna應該沒有唱現場 但是我們會一樣播出 我們的這個專輯裡面的一些歌曲給你聽 還有 還有 無意說一打開就聽到你的名字 是沒錯 因為你上過來 那天還看到她 還有我們的 音樂總監 小芬也說了 無法定義的Anna 不設限的Anna姐姐 OK 其實都是 不設限的Anna姐姐 對吧 我們現在播這首歌叫圓迴 那這首歌是Anna的這張EP裡面的主打歌 圓迴是你 專輯 雖然有六首歌是38分鐘 哦 已經算是這個專輯了 圓迴是你爸爸的名字 莊圓迴 對 為什麼選擇用你爸爸的名字來做整個專輯的一個概念 還是 概念嗎 哦 因為她整張概念是 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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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意思 其實跟圓迴有大概欲曲同工的概念 為什麼會選擇用這樣子一個名字 欸 他們聽到我講話 我不確定 你們聽到嗎 其實 她有聽到 如果聽不到的話請留言 因為Anna真的是很交柔一下她的聲音 聽不到的話我會叫她大大聲喊 你來開聲一下 聽到嗎 聽到嗎 剛才是說那個concept是不是 對 我覺得 做這張專輯是我在經歷懷孕 生孩子 然後同時間 我已經開始了這個專輯的時候 我才知道我懷孕啊 那時候我又在想 我是不是應該要停一下音樂的工作 然後好好休息養牌也是什麼 嗯 所以 懷孕這段 這段時間讓我很清楚自己 就是 婚後的生活 或者是生了小孩的生活 也沒有必要去放棄音樂 也沒有必要說 孩子第一 然後 犧牲自己喜歡的東西 這樣子 當然孩子還是第一 只是說 我希望兩個是可以 病 病重的 嗯 我希望孩子 以後也可以找到 屬於她很喜歡的 passion 嗯 然後 好好的去work 嗯 她的興趣還是什麼 不要只是為了 工作啊 賺錢啊 物質啊 現實 一直盲目的去追 然後忘了自己 的生命 給她的生命的最大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你帶孩子的一套就是 不去管她 不是不去管她 就是 那是怎麼樣 因為我聽起來就好像 你給她很大的自由度 那你對帶孩子這一套 你其實有沒有一個想法 你能帶你的孩子 我會讓她接觸不同的東西 嗯 甚至音樂以外的 譬如說 太空的世界 嗯 或者是 烹飪 或者是 嗯 Crafting啊 嗯 如果她喜歡學術上的東西 數學啊 Engineering啊 什麼 我都會讓她去try 只要是她喜歡的 譬如說有一天她愛上踢球 她就只是喜歡踢球 那就讓她去做她喜歡的東西 我相信每一個 每一個passion 到最後 是 是那個生命 生命最大的意義 嗯 所以我會鼓勵她 往她喜歡的那一個 東西去 繼續尋找 繼續努力 我不會說 你的生命一定要努力賺錢 你一定要當醫生 一定要當醫師 什麼 這樣子 媽媽媽跟爸爸 以後的生活 我們會自己照顧 就不用你來照顧 不用你來照顧 你自己要照顧自己 你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對爸爸媽媽就是一個很大的安慰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在一些小朋友 他們在成長過程當中 他們需要一些 來自爸爸媽媽的 這個guidelines 就是給他們知道說 誒 有時候她那個點是挺灰色的 就是說 那個界線 我在什麼情況下 我可以給她適當的自由 然後某一些程度上 我必須給她一個適當的管教 因為自由和管教 有時候就是在於 她有一個中間的灰色地帶 你過了 你就變成過分 你限制她自由 如果你過的自由 對你有太多的話 就好像 有些人會擔心她變成一個野孩子 說什麼都不管 或者是她就叛逆 這個情況會出現 所以 雖然還早啦 現在才五個月 但是你們有擔心這種情況 會發生在我們之間 我覺得 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受挫折還是什麼 我也是會一直學習 不斷的調整自己去觀察那個孩子 比如說每個孩子都不愛讀書 不愛做功課 當然她在適當的年齡 我會 我會 教導她 讀書的重要 學習的重要 所以以後你才能做什麼什麼 所以當她 如果說她很厭倦讀書的話 那我 那就是我 可以怎麼樣把讀書這一塊弄得很有趣 讓她很喜歡 跟我一起看書 跟我一起寫作業啊 然後可能寫了作業過後可以怎麼樣去獎勵她 帶她去公園啊 帶她去做她喜歡的踢球啊 還是去太空啊 去瞭解等等 看這種東西 你都想好了對不對 當然想好 跟真正 真實她 她長大了過 是不是那回事 是我們沒有辦法去預測 是啊 當然現在是有一個 有一個 Planning 這個Planning隨時會改變 對 當然我們希望可以 可以 可以很有耐心的去 你覺得那個時候的改變是以孩子家庭為重心呢 還是以你的音樂為這個重心 因為如果這樣聽起來 可能在家庭孩子這一塊 應該會佔了你滿大的一個時間了 因為孩子的成長 尤其在她 可能在一歲到五歲這個成長階段 他們很需要父母親的這個關懷照顧等等 就是這個attention她需要很多 所以你可能會花很多時間在那邊 你有沒有想過可能在音樂方面呢 你可能稍微需要犧牲一點的放在這邊 是 怎麼樣都會從100%的時間放在音樂 本來是100% 現在可能會減到可能60 就是說我不會完全把音樂真的放在一邊 然後只是顧孩子 然後比如說孩子她在學習 她需要玩的時候 當然她也有想要休息的時候嘛 那你就跟媽媽一起去做工囉 跟我去錄音囉 或者是跟爸爸一起去做爸爸喜歡的東西囉 畫畫還是什麼 就讓她參與我們大人的活動 這樣子 或者是跟爸爸媽媽一起去跟朋友的聚會 這樣子 我可以想像到 你的孩子是在一片很有氣質的狀況中長大 哈哈哈哈 又畫畫又唱歌 這些很有氣質耶 嗯 哈哈哈哈 有沒有想過就是可能 呃 有一種情況啦 就是說要讓她去學某一些東西 嗯 因為畢竟 小孩子通常就像你說 她不會想要學習 她反而喜歡玩 對 當你來到學習的時候呢 她會覺得她會抗拒 但是如果你不讓她學 她長大過後 就好像我們有一些人就說 為什麼以前小時候爸爸媽媽沒有送我們去學鋼琴啊 沒有送我們學這個學那個 我們反而就埋怨了 這種情況出現 嗯 所以你沒有想過可能就是 好好我最後讓她去學學鋼琴 學學音樂 學學畫畫 什麼之類的 嗯 我會先在家裡先彈鋼琴 如果她真的有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教她 我們就跟她一起玩 她彈那邊 然後我彈這邊 四手連彈 組成四 或者是 一起踢球 我對運動這一塊很不 不發達 不發達 運動希望不發達 非常不發達 但如果有一天她喜歡打雨 看得出來 哈哈哈 真的看得出來 因為肌肉都很鬆弛 哈哈哈 所以比如說她喜歡 假設她喜歡打雨球 或者喜歡游泳的話 你會陪她 我會陪她 會因為她喜歡那個 然後我去學 欸這樣我們來啦 我們繼續在空中彈 歡迎回到中場休息 來點音樂 我是景佳 我們有安娜莊啟心 嗨 大家好 我是安娜 我們剛才在 offman的時候 聊了很多關於 這個啟心的一個家庭 和她孩子的一個狀況 也特別談到就是 啟心本身對於 這個育孩子的 這個想法和心得 其實聽起來呢 她心得跟一般的媽媽 是一樣的 就希望說 孩子能夠讓她 更多的自由空間去發展 對不對 但是我們剛才就談到一半了 就說到 如果讓孩子 自由空間發展的話 有時候孩子長大過後 她可能會不會埋怨說 欸媽媽 你都是那麼厲害 在音樂方面 你怎麼不教我呢 或者給我什麼 我們就談到這個點 然後安娜就說了 如果她喜歡幹情的話 就跟她一起玩 是吧 這個概念 其實主要是看她喜歡什麼 就配合著順著她的意思來做吧 是 那就是在整個過程當中 你會 孩子會成為你未來的一個重心點 我從這樣子可以看到 你會覺得會是嗎 會 但是你會不會擔心說 你的音樂也會受到一個影響 可能會有不同的這個改變 一定會影響 因為我的音樂是跟生活息息相關 我也看過你的這個專訪 有說到 你寫的歌曲呢 嚴格上來說 都是以你的感受 以個人自己的感受來寫的 你並不是為哪一位歌手而寫的 對嗎 都不 除非是一份工作 或者是我今天有被指定說 那你今天要幫誰寫歌 那是 那不一樣 今天是寫我自己的歌的話 所有的故事都是很真實的 從我生活裡面抓出來 或者是生活裡面有什麼 我希望可以記錄的 你能夠量身定做嗎 為別人量身定做歌 我有試過 可是 就是自己風格太強了 我也還在學 可能 可能大家都會有一種 就說 這首歌一聽就是Anna寫的 對 因為我覺得你個人的風格很強烈 雖然說 是很多樣 但是 可能是因為你唱的關係吧 可能不是因為那首歌 是因為配上你的聲音的時候 就是你的歌了 很明顯 你把那首歌完全唱出來 就是你自己的歌 為什麼會這樣說 你有聽過之前 我寫給別人的歌嗎 寫給別人 當然我倒沒有特別去找來聽 反而是你這張專輯 還有之前的一些 我有聽了一些 我覺得你的風格 是確實挺強烈的 聽得出來 是 一聽得出來 就是有那一套 我不懂這麼說 雖然像剛剛我們播那首 《圓徽》呢 它是 它是你這張專輯裡面的 算是 整個概念的一個 提示點吧 對吧 你選擇用圓徽 其實圓徽就是 壯爸爸的一個名字 我相信它有一定的意思存在 而且你在專輯裡面呢 你寫的這個文案 它是說 無論你面對什麼事情 對吧 你還是不要忘記 你的這個原本的地方 其實你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我一直都在想 為什麼我要創作嗎 為什麼 如果 如果 我能夠活到很老的話 我還能夠做的事情是什麼 嗯 我在想還是會是音樂 那 我為什麼要這麼堅持這樣東西 嗯 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說 我想要 我想要創作 不是去創作現在已經有了的東西 或者是 嗯 沒有 沒有 新的東西 從自己身上沒有找出一個新的東西 嗯 所以我希望 爸爸的名字 圓徽 就是回到 莊奇心這個人本身 爸爸給了我什麼 媽媽給了我什麼 就是那把嗓子嘛 還有那個天賦 音樂的天賦 那 這張專輯 可不可以從 我的嗓子出發 我的嗓子 除了可以唱主音那個 melody line之外 我還可以做什麼 是不是只能夠唱那 狹窄的那 那那那一兩個 octave 那個叫什麼 八度 八度 兩個八 對那音階 其實除了那些音階 有時候 當我笑啊 當我咳嗽啊 當我 當我 呃 颤唇啊 噗 噗 這些都是 呃 出自於我的嗓子 那我可以怎麼樣 將它應用在我的音樂上 嗯 所以你運用 像這樣子 比較自然的一些 聲音 用在你的音樂上呢 會很多嗎 我聽你這個專輯裡面 有一些 但是好像也不完整的很多 也不 呃 人 這首歌有了 毛糊塗 毛糊塗 是毛糊塗 然後蠢子這首歌 嗯 然後 嗯 這三首歌是主要 比較 比較 以聲音 為重心的歌曲 是 當然我希望 接下來我的創作 假設還有機會 再做下一張的話 還有錢 再做下一張的話 我會慢慢 呃 更加清楚自己 創作的那個方向 跟 呃 我自己 是一個什麼樣的 Courage 嗯 在 你剛剛也是特別提到說 你要回到這個原點 回到你 就是Anna 裝起星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 一個Creatures 你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對吧 你也特別提到是 呃 你的天賦來自爸爸媽媽 所以你沒有想過就是 可能可以 把你身邊的人 也拉進來 跟你一起來 做這個創作 不是說 讓他們做創作 就參與 你這個歌曲的一部分 因為畢竟 他們的聲音 比如說 呃 你爸爸的一些聲音 還是什麼樣的 就是他可以出現在你的歌曲裡面 是 可能就不一樣 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有有 甚至有時候 以後的話 可能 找孩子一起啊 或是找一個很老的婆婆來 來朗誦一個詩啊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都 都沒有設限 嗯 因為你的歌曲裡面有一些 老實說 是 感覺上沒有歌詞 還是說 我聽不明白的 一些段落 所以那些是叫吟唱嘛 對吧 你是純粹把聲音 當成就是一個樂器 然後 對你來說 歌詞重要嗎 嗯 嗯 它有一定的重要性 嗯 可是它不是 它不是唯一能夠表達音樂的字眼 嗯 所謂的歌詞是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說通俗的語言 我們大家 人類可以了解的那個 就叫做歌詞 那 沒有 沒有意義的 字 可是它也是一個詞 它也是一個字 它也是 表達 抒發 呃 vocalist 的那個 語音 那些也叫歌詞 對我而言 所以歌詞的那個 可能性是可以很廣的 所以對你來說 文字 就是歌詞上的文字 其實是以聲音為主 聲音出來 它就本身是一個文字了 它是一個文字 對 只是說語言 看你要講中文 你要講英文 那比如說 我這張專輯裡面 我有參雜 有中文 然後聘合 一些字語 那 如果我有一些 真的有一些感觸 我去到了一個地方 好像上一次我去到冰島的時候 我真的 才感受到我 我活在一個地球上 為什麼呢 因為冰島就是 人也沒辦法看到 馬啊 洋海多過人 然後就是 山 海 冰 雪 下雪 然後就是動物 天空 就這樣 這就是大自然 給我們的東西 夠嗎 足夠嗎 還是你需要 名牌車 名牌手錶 名牌什麼什麼 需要一個家還是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 讓我一直在去思考 到底 我是一個人類 我需要的東西是什麼 大自然給了我 山 水 陽光 月亮 星星 好像給完了 就已經 你覺得很足夠了 你的人性已經滿了 在那邊 嗯 所以在整個生活當中呢 我可以聽到的是 艾娜本身 她是很在乎 就是整個自然的一種感受 然後整個很會 懂得去感恩 我覺得這個感恩的 這個感覺是很重要的 因為畢竟當你去到一個 那麼荒涼一個地方 你竟然感受到 你有一種感受 你是在地球上 你活在地球上 但是對一些人來講 去那麼荒涼的地方 第一個感受是害怕 會不會遇到北極熊 這樣子一個概念 這是開玩笑的 我想說就是 大家的這種要求 可能就因為生活當中 有太多的太多的想法 太多的欲望 把我們沉浸在一個 我們自己也忘了 自己是誰的一個情況之下 所以可能接下來 有這首歌曲 也是艾娜的毛糊兔 我覺得她的名字 很特別毛糊兔這個概念 而且裡面這整首歌呢 你聽起來 可能你會理解到就是 艾娜呢 她該形容到的 這整個 那麼荒涼一個畫面 你看到有山 看到的是冰塊 看到海 這樣子一個概念 是怎麼一種情況 從她的歌聲中 你應該可以聽得到 想像到那個畫面 馬上來給你聽聽這首 艾娜的歌曲 《毛糊兔》 就是這首歌 其實這首歌是什麼語言啊 字語 日語 字語 字語 她的創作過程是 那個時候我遇到創作瓶頸 然後我一直在想 為什麼我每次 錄Demo的時候 創作的時候 都有這些 就是毛衣糊兔這種字 我以為 whatever 然後 當我交給製作人 那時候 我還有公司 所謂的公司 交給製作人的時候 他就會說 你可以把它寫成中文嗎 然後我就在想中文 好 你真的把它寫出來了 我去試一下 結果我 我一直在 反問自己 為什麼 只有中文才能夠表達 你才能夠明白 是 音樂在講什麼 難道這些歌詞 一定要告訴你說 這個是我的愛情 這個是我的旅行 這是我的孩子 你也有你自己的故事 那如果這首歌 它沒有一個 formal language的話 每個人聽到 你感受到的 就是你自己的故事了 所以這個過程 我就把那個 創作的時候 那些 self language 把它拼音出來 Kateye Kateye 是Exactly 跟Demo一樣樣的 然後我就把它spell出來 變成一個歌詞 然後我背起來 一直被聽聽聽聽到 靜腦睡不著 我才能夠 把整首歌 真的覺得 我已經吃下去了 吞下去了 那整首歌 真的是我自己 create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們才會說 就是在 大家要覺得 你的歌 是很有個性 很獨特 它就是你的歌 因為 就是你的字語啊 你的旋律 你的整個 你基本上旋律 和那個 所謂的詞 它是一起 對對對 它是一起來的 它是整套東西 真的 你哪要夠 就不是了 所以才有那種感覺 但是當你有那麼 這種強烈的感覺的時候 你希望聽的人 感受到的是 跟你同樣的感受呢 還是你希望聽的人呢 他會有不同的一些感觸 還有一些感受 我覺得 讓他們去travel 他能夠找到什麼 都是他自己的treasure 我今天已經放成字語 我已經不想要寫一些很特定的一些故事場景 讓你去set in自己了 意思是說 大家的自由都有了 我自己也有自由了 那你也有自由 你自己去travel在那地方 就不要定義那個音樂 不要去定義 那對於 當你在做這樣子的歌曲的時候 因為編曲是你自己做對不對 但是在於樂手方面 你也是自己做嗎 也是自己彈到完 彈奏全部是你自己在做 有一些歌的 比如說鋼琴我自己彈 吉他我自己彈 Gokenspire我自己打 然後Orange這首歌 就完全是我自己一個人 然後其餘的呢 我就把譜寫下來 先譜 然後他們就玩 比如說String Player 我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呢 因為我在想 因為在製作一張專輯 或者一首歌曲的時候 如果不是自己在做完所有的 每一部音的話 你可能需要其他樂手進來 來幫忙 來配合 那但是你的要求呢 就在於 你整個東西是一整套的 包括連編曲的聲音 我感覺它已經有了 就在那邊了 就變成如果 一個外人 他怎麼可以理解到 你要的一個東西呢 然後怎麼跟你配合 他會不會就是說 你讓他自由發揮 還是說你有要求他 我的感受是這樣子的 我要這樣子的東西 你就跟著我的 這個鞋的東西這樣子做 是 我又給他鋪 什麼鞋好 所以你會 就要他跟著你的做 但是他的感覺出來 會不會是你要的東西呢 因為一個樂手 他很需要那個感覺在啊 才能夠呈現啊 是 我很慶幸是 我找到這些樂手 他們都很棒 他們聽的東西都很廣 所以當我給到他們這樣的音樂的時候 他們很快就能夠 感覺到我想要做什麼 嗯 所以當他們在玩的時候 他們都很 很有自己的想像空間 對於這樣的音樂 所以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感覺 可是他們玩的東西是跟著 所以他們 我感覺他們很喜歡 OK 如果你在開唱的時候 或者是音樂會都好 你有沒有擔心 找不到這樣子的樂手呢 哈哈哈 因為很多都 很多步音都是你自己做耶 但是當你在到時 真的拍音樂會的時候 你總不能全部自己來吧 對不對 你唱 你還是要唱 可能有簡單的 可能編曲你會把它簡單化啦 會不會 因為你不能做安全步啊 我找樂手 所以這一次的concert會有14個人 哈哈哈 14位樂手 我都盡量盡量跟跟Album裡面 應用到的樂手有多少位 那我們就很live的呈現 我期待這個moment很久很久 其實我最喜歡就是live的演出 對 我還是覺得live是每一個歌手 都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畢竟他感受 你感受那個現場 你呈現的東西是不一樣 你馬上有那個互動 那個connection就直接出現了 嗯 你稍等一下 我可能要做一個口播 好 就是關於光合作用原創音樂體驗 這個你也有在吧 對不對 我沒有在 啊你沒有在 我沒有在 等一下 我先做一個這個東西 好 蘋果的歌曲是來自Anna的毛糊兔 那其實在說到馬來西亞創作呢 在馬來西亞有非常多非常優秀的音樂人 就像 呃 莊啟心 Anna也是其中一位 其實在12月20號 21號這兩天呢 就在星期三星期四晚上七點到十點鐘 有一場的這個光合作用原創音樂節 就會在KOPAC舉行的 那CDPLUS FM就邀請你一起來見證 本地原創音樂的優良品種 你只需要從CDPLUS FM的官方臉書 分享光合作用音樂節的訪問Podcast 你就有機會得到兩張的 光合作用原創音樂節的入場券 那這次活動呢 會送出十份的這個入場券 也就是十位幸運兒 每一位呢可以得到兩張 直到送完為止 你必須符合條規 記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的帖子呢設為公開 而且要HashtagCDPLUS FM 那你就會贏得或者獲得這兩張的入場券了 所以就希望在20、21號就約定你可以一起來支持 本地的音樂、本地的創作 同一個時間 也讓更多本地優秀的音樂人呢 他的作品可以讓更多人聽到 所以要看到你在這個 光合作用原創音樂節 20、21號晚上7點到10點鐘 在KLPEG見啦 OK 剛剛做完這個 你不在是吧 那個時候 嗯 這個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我在忙練習 哦 就是你的自己的音樂會 是 OK 有人問你問題囉 嗯 就說 想問Anna 這些吟唱文字 是如何創作和發想的 是不是受到印度音樂的啟發 有受到印度音樂的啟發嗎 雖然是有一點 我要現在講還是 你可以跟這個再講 跟我講也可以啊 就大家聽得到 嗯 嗯 啟發是不是 對 對 因為我 我覺得在貓業糊塗裡面 大家應該可以知道 我聽的音樂是怎樣的音樂 我 我對印度音樂很有興趣 我對阿拉伯音樂也很有興趣 所以馬來西亞的 中國民謠的 然後台灣的 嗯 然後 嗯 等等啦 Opera什麼都好 我都有在聽 或者是 Post Rock的東西 Radio Hate那些 我有在聽 對 Radio Hate那些 Radio Hate那些 都有在聽 所以 嗯 有些人會在 貓業糊塗裡面 聽到 印度的風味 是 可能它比較特殊吧 可是它在裡面 也有馬來風味 在裡面 哈哈 馬來扎那 所以 它不只是印度啦 只是說 可能大家會有這樣子 familiar 因為 樂器上有 對 Tabla 對 有 嗯 就是聽起來是 印度 是 那種印度曲風的樂器 會適用到底的樂器 會適用在裡面 對對對 可是裡面也有 Strings 也有Double Bass 然後 有那個 喔 這個 這個 Persessionist 他幫他一個人玩的 Udu Udu也是一個 樂器嘛 Djembe Tabla Cajon Shaker Sclash 還有一些 Toy 還有Rain stick Persession 他也是在做 一個人在explore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 這整首歌是沒有鼓 沒有那些 Drum set 所以 整個的 那種氛圍 就好像一個印度音樂 大家坐在地上一起 嗯 有一種這種感覺 但它 有些人又跟我說 這首歌有點像是 一種民族 他們的 一些 Festive的 一些 大家坐在一起 有這樣子的一種 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說啊 剛剛就說你聽的時候 它就好像 一個 大自然 總之就是大自然的一種畫面 出現在腦中 可能為什麼人家會有那種感覺 是因為 你用了樂器的關係 我覺得反而 你並沒有想像把它設成什麼樣的風格 對不對 就覺得欸 適合這樣子的聲音出現 你就把它加進來了 嗯 那這樣的聲音出現 我就把它加進來了 並不是我把它設為 印度風味 馬來風味 馬來山風味 沒有 沒有 所以 很重要 我們差不多要開始了 好 我們在節目裡面講 Facebook好像 很像 Hang 了是嗎 好像 Hang 了是嗎 好像 Hang 了是嗎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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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到中場休息 來點音樂 我是景佳 現場呢 我們一旦有Anna 莊啟欣跟我們一起來談談她的生活 她的創作 那其實我們在Off麥過後呢 也談了很多關於Anna的一些創作 還包括有人問 吟唱 是怎麼一回事 讓我們音樂中間說到 這個吟唱文字是怎麼創作和發想的 我就簡單的說吧 就是說Anna其實呢 她在創作這個歌曲的時候 應該就跟文字已經一起來了 所以這是你的所謂的字語 對嗎 自己的字語言的語 嗯 有些人會詮釋成自言自語 其實不是自言自語 它是叫做 呃 自己創造出來的語言 只有你自己聽得懂 哈哈 我自己知道為什麼它出來 嗯 所以這個毛糊塗 它是在我創作的當中 那個呃 當下 我就把它錄起來 嗯 錄了 然後我反覆聽 我把那些 我裡面咬字的語音 語音就是那些字嘛 嗯 我把它拼音 用我馬來文的那種 skill也好 英文的skill也好 把它spell出來啊 是 然後把它寫也寫了 然後就很更clear 那個 哦原來這些字是長這個樣子的 那我就把它背起來 一直聽聽聽到睡不著 聽到我真的把整首歌吃進去了 消化了 消化了 嗯 然後我不用看歌詞了 我都可以唱出來了 就可以唱出來了 我才感覺到 啊 我創造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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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絕對什麼 絕對什麼 就很開心 而且 欸 這樣的一個創作 我很喜歡 我很開心 雖然我也不知道它在講什麼意思 可是 整個過程 是 很excited 是很愉悅 很開心的 我覺得 整個創作過程 然後在你整個編的時候呢 我們剛才也談到說 因為一首歌的 對 Anna來說呢 它一首歌的產生 其實它從頭到尾 從A到Z 從0到100都已經完成在那一邊了 只是它把它一個一個把它加進來 應該說把它一個一個實現出來吧 我這樣子來說 對我來說啦 我的音樂是 嗯 不只是 當我創作的時候 不只是 只有那個 melody line 跟詞 我 我希望我的創作是整體的 整套的 就是包括編曲 為什麼你要用這個樂器 為什麼你這一邊 要 要放一個 bridge 為什麼會要有 interlude 都 必須要 在那個歌裡面 是 都必須在創作的過程 你會跳脫那個所謂的一種規範嗎 因為 一般的歌曲要嘛 OK你開始一個 intro 然後有 bridge 然後有 verse 有 bridge 然後有 chorus 然後又回到 bridge 還是 interval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你會跟著這個規範嗎 還是說 你要完全跳脫 我不理 反正我喜歡這樣子唱到這樣 它可能 並沒有所謂的要回到 verse 可能它這個 chorus 完過後 它就直接就結束了 或者是 它用一個 bridge 來結束 雖然這個很 rare 比較少 但是 你會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呃 我的專輯裡面 都已經有出現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一些 format 就是 可能 整首歌你都找不到 哪裡是 verse 其實 對我來說 好像 verse pre chorus chorus bridge 這種是一種 一種流行 歌的一種 編排方式 它只是把它歸類成一個 structure 可是 沒有人說寫歌一定要造成這樣子的方式 你可以造 你可以 break out 你可以換 嗯 重新 restructure 對 可以 restructure 或者你可以 創造你自己新的 pattern 嗯 就是一個新的 pattern 所以 我的專輯裡面 我也有 verse chorus的一個做法 像人這首歌 orange也是有 verse chorus 聽得很鮮明的 它的那個分段 然後當然也有整首歌一唱下來 根本沒有重複的地方 貓尼糊塗 嗯 人也是 人 人 中間有加很多 好像治癒的地方 那些 你可以叫的什麼 又 interlude 1 2 3 沒有 point 一直這樣去 format 那個東西 所以 當我已經找到說 好 我有這個 verse 我有這個 chorus 那 中間你還想加什麼東西的話 你不用去想那個 format 因為今天我在 我在創作 我要create music 我不是要去 去 去 呃 告訴別人 這個歌是什麼什麼 format 我不是在做數學 我也不是要在交代什麼 呃 方程式之類的東西 是 你就去 那你就去做 你就去 create出來 是 所以你的 format就是沒有 format 對吧 我還是有一個 format 在 在隱藏式的自己裡面 不過 他有沒有這樣的必要去跟 或者是 有時候我可以用 什麼 什麼情況下我想用它 什麼情況下我想 break 掉它 什麼情況下我完全我不要用它 我自己會很 clear 這個時候我要用什麼素材 這樣子 嗯 其實我個人 我就說 我聽了你這六首歌之後呢 第一個讓我比較 一吸引我的就是 毛糊塗這首歌 因為我覺得 它完全脫離了一般的 那種 方式 我們理解的那種方式 雖然我之前也聽過 其他那種 就是可以跳脫 一般的 format 但是你這時候是 比較跳多 比較多 哈哈 跳得比較多 我覺得很新奇 就是吸引到我 我覺得還蠻喜歡這首歌的 謝謝 而且 還有一個原因是 我完全聽不明白你在唱什麼 但是我又覺得很 match 所以那個感覺很奇怪 就是 我雖然聽不明白在唱什麼 但是完全就是和那首歌的曲子呢 是融在一起 我就覺得它是整套的 整套的 它不是先有詞 先有曲 還先有曲 先有詞 不是這樣子的概念 對 所以你看我的感受是對的 我剛才問了你過後 真的是整套就出來的 我想問你在聽這首歌的時候 你的畫面是什麼 就像我說 就好像 有那個 我畫面不是冰島 是一個很空曠的大潮場 然後有樹林 然後有風在吹著 然後迎著這個風啊 然後有旁邊很多人在跳舞 但是又沒有很大聲音 這樣子的 一個族群 對對對 一個tribe 那種感受 那是我的感受 所以我覺得你的音樂 會給人家一些畫面 因為當你不加了那個語言 他反而讓聽的人 他用他自己所熟悉的 或者是他潛意識裡面 一些熟悉的這個語言 加在裡面去了 或者他自己的生活經驗 對對對 他自己去拍那部戲 哈哈哈哈 他去拍那部戲 對他去倒那部戲 所以你的音樂 基本上是讓人家有一個想像 或者是啟發 我覺得是有啟發點的存在 是我覺得很特別在喔 謝謝 我們再看看 在Facebook上有人在問喔 Vivian說 請問你聽過這麼多類型的音樂 哪一些事你覺得比較特殊難忘的 比如什麼樂器等等 有嗎 音樂樂器 音樂類型 你比較特殊難忘的 我可以講很多嗎 很多啊 OK 就可能舉一個兩個 現在馬上在across你的mind 有沒有一兩個 好 有有嗎 嗯 馬猶有 馬猶有 OK 是 Bobby McFerrin OK 嗯 Radiohead OK 我很驚訝你 你會聽Radiohead 為什麼 不懂欸 因為我身邊從來沒有幾個跟我說過 他們在聽Radiohead 尤其是一些衝突歌手也比較少聽到 就是說在聽Radiohead 我身邊很多朋友都喜歡Radiohead 是 我自己也蠻喜歡的 是蠻喜歡的 因為他的創作也是有點跳脫 那個情況 是 他也是大量用不同的素材 是 就像他的聲音也是 嗯 然後 OK Saint Vincent 嗯 然後 我早期 我不需要講早期吧 現在是講現在 哈哈哈哈 現在是講現在 嗯 其實我真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我都不在聽別人的音樂 特別是在我在創作這一批新專輯的音樂的時候 是 我都一直在聽自己的東西 不是因為我自爽 不是因為我不想 不想去吸收別人的東西 而是我想要了解我自己 所以我一直在面對自己 自己的缺點 自己的強項是什麼 每天都在跟自己相處 然後 嗯 嗯 嗯 還有那個 就是一個 歌手嗎 歌手 歌手 他叫什麼名字 那個 哈哈哈哈 男歌手女歌手 Warpaint Warpaint OK Warpaint 所以這些歌手對你的影響是挺大的 很大很大 我聽他們的專輯是 可以一張CD 聽 我聽過最久的是Bobby McFerrin 一整年都在聽同樣的CD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聽來聽去都不會寫 哈哈哈哈 每一次聽我就聽到 蛤 他的那個 男低音 唱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我在心裡想 我能夠抓到他的那個音嗎 嗯 然後 最近我蠻喜歡的一個流行歌手 他算是中文流行 他叫做李建青 嗯 是我們好像有播他的歌 在我們電台 嗯 我覺得 因為我也蠻 我蠻少會 特別喜歡 流行的東西 當然流行的東西 是 不是說我不喜歡 只是說那個階段已經不一樣 是 如果你要我唱 唱流行歌的話 我也可以 只是說 現在我比較想要探討別的 是 我覺得在人生的不同的階段呢 可能我們都會有不同的這個成長 然後需要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所以今天像安娜來跟我們分享呢 又包括了很多他的一些 生活還有他的一些創作的一些經驗 所以就希望在聽的節目呢 你呢 從安娜的這段談話當中呢 你可以了解安娜更多 最主要是別忘了 就是他這張專輯呢 應該是 那首歌人會在今天晚上八點鐘會首播了吧 對不對 那個MV 對MV會首播 所以記得守住在安娜的這個面子書專頁 就可以看到他這個MV了 所以今天再次感謝安娜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感謝你安娜 謝謝你安娜 謝謝大家 那就送上這首歌給你啦 來自安娜的陳子 不是 Christmas girl 謝謝 完了 OK 結束 William 蛤 OK 還有還有還有 其實還有 所以感謝你們的這個參與啦 OK 那我們在下個 下一段 下一段應該沒有 應該是下個改次呢 就會跟安娜看有沒有在集會 邀請她上來 一起來談一談 關於她的一些創作的一些東西 還有其他生活的東西吧 謝謝你啦 安娜有什麼要說的 嗯 今晚八點有MV看到 哦 要看MV哦 嗯 OK吧 好啦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